现在很多人放错自己的位置 游如乌龟在地上爬 它永远跑不过兔子 但是乌龟在水中游 永远比兔子游得快 知道自己的能力才能做好 有能力做成的事情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该求的不能去求 因为当你不该求的 你去求的时候 你会带有一种痛苦的心态 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欲望之中 这样你的心就不安了 所以我们要想心安 就不要去乱求 我们不要去做任何不应该让自己做的事情 我们则生能安 所以能付出爱心的人就是福 能消除烦恼就是会 所以你拥有的都将随着你的死亡而成为别人的 其实一个人一辈子所拥有的根本用不完 我们拥有的房子 我们拥有的房子 70%是空置的 只有30%归我们使用 我们一辈子赚的钱和财产 70%是留给别人的 而我们真正自己用了也就是30%而已 所以作为一个人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 我们今天去多得实际上我们就留有更多的遗产 希望大家要学会 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我们如果去追求 我们就会失望 求的越多 失望越多 这就是佛法经常让我们懂得世事无常 学会用智慧来让人间得到更多的平安 所以无欲自然刚 无欲自然心如水啊 谢谢大家